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花蓮南濱的南濱海邊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呢已經開始出現了降雨的情形 而且雨勢呢是比稍早來的還要再更劇烈的 而在這個河堤海堤旁邊的這個低洼地區 也已經發生了積水的一個情形 積水的深度呢目前還沒有到很深 那另外呢我們再看到旁邊的海邊 海浪呢也是持續的一陣一陣拍打 在這個硝波塊上面而且是激起了很高的浪花 那根據呢海巡人員的預估呢 昨天晚間的時候這個浪高已經是有來到了5.88米的高度 而在今天清晨呢早上海巡人員有發現這個浪 已經是一直在增強當中 浪高甚至達到6至6米以上 甚至有到6米以上的高度 而稍早呢有一些零星的民眾 有經過這裡但是還好他們沒有再做更久的停留 因為海巡人員也會上去做勸離的動作 就是希望民眾颱風天的時候盡量的是不要前往海邊 或是低洼地區維護自身的安全 那另外呢因為目前呢海魁颱風呢也在增強當中 而稍早呢也已經就是觸入了 所以呢民眾要特別留意 那今天呢也有部分縣市是已經宣布了停班停客 像是南部的地區嘉義縣市高雄屏東台南 而東部的地區呢花蓮台東還有像離島的澎湖也都是宣布停班停客的 因此呢提醒民眾還是要多加留意颱風天做好防台準備 你好可愛 我沒有啦 好可愛 谢谢大家